那不过在讲这个保护之前 我们先好像还有一个问题 格式是还没修改的 就是那个小数点 要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如果未来这个资料 这个一栏里面 底下都要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当然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这个 这个Average外面在包一个 那个Round的函数 要不就是怎么样 Round的函数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减 把它减下来 再插入什么 再插入一个那个数学 应该是Round的应该是在数学 数学里面有一个RUND Round Round 这个Round的函数 主要是取到哪一个资料 哪一个值 所以把刚刚的那个 减下来的公司贴上 然后Average 然后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对吧 就OK了 也就是说刚刚公式 我们刚刚只有Average 有没有 那你其实可以怎么 再把刚刚公式加一个Round 然后凍点1 后刮5就好了 OK如果 因为其实说真的 城市 物球尽量是尽善尽美 所以永远没有写完的一天 会觉得那边好像可以再改 那边可以再改 所以刚刚改的部分的话应该就输入 有没有 再改在哪里呢 其实就改 改这个Average 有没有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改法就是 你干脆把这个直接 直接把Round直接先改 或者你重贴 或者是你直接 就把它怎么样 加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 有的时候你怕说做错的话 不然你就重贴过 重改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后刮5 记得就是应该什么 应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应该是豆点 豆点1吧 OK 加在哪里 加在刮5的里面 看一下是不是 对加在这里 OK 那不能加错 不过如果你真的还是怕错 干脆不用改 你干脆用了 用重贴算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不如你就是 直接 就是在把这边先删掉 OK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从贴过 然后改的话 一样就改这两个就好 这样好像要比较简单一点 不然的话 你改错 只要差一个地方 真的就差距很遥远 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你会发现 每个都是细节 而且城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差一个字都不行 OK 哪怕你所有的地方都对 只错一个地方 很抱歉 也不行 OK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力求完美 而且如果你要把那个错误揪出来 恐怕都是非常花时间 花力气的 所以怎么办 像这种东西就真的 所以一定要想一个方法 让他可以不要写错 不然的话 只要一个错误发生 真的会让你真的 光找错误 你就找到真的头一脑脏 OK 好 那其他部分的话 我建议 就是如果你打城市的话 像这些缩牌有没有 尽量还是加一下 那至于怎么缩牌 可以参考一下我云端上面的写法 尽量不要全部都不缩牌 挤在一起 不然的话 我觉得光看我会 我自己会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如果你有缩牌的话 其实看城市 头尾就会有一个对齐的关系 比较不容易写错 再来就是说 加上注解 这个注解有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你至少会知道说 这一段城市到底写什么 会比较清楚一些 不然的话 如果把这些都删掉 你会发现 哇 你光看一堆城市 那会非常累人的 尤其是你功力 还不到那里的时候 像我自己都蛮习惯 多写一点注解 OK 那最要写多少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之前我看过有同学 为了要写详细 几乎把上面写一篇文章在上面 可不可以啊 你写 写得越清楚越好 没有问题的 这都没有说 一定要怎么样写 才是正确的 我觉得设计工作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OK 所以有慢慢 如果你真的要写到有感觉 就是你要有写出你自己的格 你自己的风格出来 那就是真的 你已经进入到那种设计的那个领域里面了 如果当然你刚开始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关系 你先模仿就好了 OK 你如果没有那么厉害 你就先做安全的事情就好了 你不要乱改 因为乱改越麻烦 好 那再来最后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这个小处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刚刚那个 我又把它删掉 重新再输入 所以这个 当你设计完一定要test 这个test也蛮花时间的 OK 那我们就大概知道了 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的话还要保护 那保护怎么保护 所以刚刚第一个run的这个OK了 加上run的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保护 在教育月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那我输入密码 因为我输入1234 比较好记1234 好 那这个时候当然他就不能串改了 有30分他改100分 那可以吗 不行 OK 那程式怎么改 也不行 所以怎么办呢 刚刚那个状况 如果再发生 我们也没办法改 所以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有个方法 就是呢 当你要修改他之前 你可以先把什么 所以在哪里呢 在程式的这个第二行的地方 也就逻辑判断在上面 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表单的保护先取消 然后再到Endersab的上一行 就是当你什么事都做完了 你再把保护加上去就好 就是这样而已 那怎么把保护加上去 怎么把保护去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并不困难 OK 而且这坊间 初级也未必有讲到 OK 但真的很简单 两行而已 这个我是建议你一定要记得 因为你如果加上这两行的话 可以确保你以后一劳永逸 不会有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发生 不然说真的很麻烦 你只要保护起来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那我怎么针对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目前这个工作表 做那个先解除保护 目前这个叫Active 顾名是Active 就是目前活动 目前正在被使用 就是目前的这个工作表叫Shit Shit Shit 就是没有加S 目前Active 有没有 目前被使用的那个工作表 OK 那其实等同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Shit 加S Shit刮乎2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2的话一定要是第二个 如果你是第一个 你就写1 阿爸 你叫老师 可是我位置会变动怎么办 那你就刮 你就双引号 打一个一副 意思是说 那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至少三种表示法 哪一个比较简单 好像干脆用刚刚那个方法 OK 然后我们用Active 目前 我游标所在的那一个工作表 ActiveShit 然后做什么呢 取消工作表保护 就点 那个工作表 后面跟他讲取消保护 取消保护的方法 你要跟他讲说 保护叫什么呢 英文叫Protect 取消保护就加UN就好了 所以你就打什么 UN N Protect OK 是不要拼错 Protect 建议是打的时候都是打小写 为什么 因为你离开之后 如果有变大写 那表示你是打对的 1234 OK 少一个 21234 好那特别注意 如果我是不是全部都打小写 如果你离开之后 你的首字有变大写的话 那表示你字是拼对的 好 那移开看看 你会发现 你的Active A跟S变大写 U也变大写 那表示你这一个打法是对的 OK 所以这也是早建议 我常常讲就是 你在打小写就好 移开有变大写 表示你是打对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都没有好习惯 所以很容易打错 打错的话 就是会造成很大的障碍 最后的话 这个叫取消保护 那如果最后做完之后 请你怎么样 再把什么呢 保护给什么 给加上去 怎么加呢 很简单 UN拿掉就好 你移开 P会变大写 有没有 Protect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为了要给各位看 这边设中断点 先停一下 那我们来跑一下 这个启动表单 我先教育这边 先切过来 各位看 目前是不能动的 不能改 有没有 那我启动表单之后 那我比如说 我输入一些东西 模拟的资料 OK Enter之后的话 那因为我有射中断点 所以待会应该会停在那个 新增的第一行 停在这里 那请各位看一下 目前还是保护状态 所以它是取消保护 如果我经过这一行的话 F8 你会发现 它现在的状态 其实已经是取消的 OK 所以待会我们做的事情 能不能OK呢 全部执行 这边就让它乱一下 这边就让它乱一下 有没有发现 乱完全部OK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应该就已经 又 所以现在 现在它跑完了 保护呢 我看有没有把它加回来 它又把它加回来 所以你现在去改动它 还是不能改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以后如果说你们要做保护的话 一 请你在教育的时候 先给一个什么 先给一个密码 给我刚刚讲的 然后二的话呢 城市里面 如果你要动态的取消保护 那很简单 就是记得 在你的城市的开头 加上一个这个 ActiveShoot nProtect 然后把密码 这个密码 就是你刚刚加的那个密码 是要match的 你不要加不match的 那当然它就卡在这一行 OK 最后呢 等到它变更 因为你如果nProtect 那比较 我是里面的资料都取消了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就可以去变更 你要变更的 最后记得再把保护加回来 它又恢复回原来的状态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就是说 你要知道这个地方 加上去 那最后的话 透过程式 就可以动态的去修改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当然了 理论上不太可能会有人知道说 你的密码在哪里 不过如果说 他同样也学过VBA的人 他会怎么样 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他会看到你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 他会有一个 你的程式里面已经告诉我 你的密码是1234了 那我就可以到教育里面怎么样 我就取消密码打1234 那不是也可以取消吗 OK 不过当然这是 所谓比较高段的人才有办法 OK 如果他没有学过的话 他即便有学过也不见得知道 OK 可是 有没有办法可以防止他 就是说 他自己可以看得到你的程式 所以这个也是我要讲的 你应该除了要保护你的资料之外 还要学会什么 保护你写的VBA 不然你的VBA以后呢 就很容易写完了 然后被人家都看光光了 然后如果他要复制 他要学习 他要看你的逻辑 那他一打开 如果他有学过的话 他马上就知道 你的表单在这里 按你 那我一看我就知道 你在写什么东西了 OK 如果说你不想让人家知道怎么办 很简单 一样保护起来吧 OK 所以除了要保护外面资料之外 请你保护你的程式 那怎么保护 也非常简单 一 请你找到你的程式 最上面也就叫VBA Project 就是你这个VBA的专案 按右键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找到VBA Project的属性 属性里面就有个保护了 然后呢记得先把锁定打勾 一样加上密码 密码也不要让人家知道 也不要输入1234 我是输入134 因为我为了要方便 不然我下一次我也忘记我输入什么 那你也不要输入一个 你连自己都记不起来的 上次还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密码忘记怎么办 你密码 你的银行的提防卡密码 你也不可能让我知道 所以我也不会知道 除非说有一些是 就是非正规的方式 当然是可以去把它破解 但是问题那是非正规的 对就像说那个诈骗集团 他也有方法 他诈骗你的钱一样到 但我们不是教你非正规的 我们只教你正规的 OK 如果你要非正规的话 你也不要来问我 OK 其实你Google一下就有答案了 OK 按确定 可是这个时候呢 目前程式还可以看到 那什么时候可以不被看到 很简单 记得把它关起来 并且储存 储存之后呢 你下一次再把它打开 那你会发现 你刚刚的那个档案 的那个就是VBA project 你要再开的话 它就会出现 要你输入密码 OK 所以把它关起来 然后把它打开 这个再开一次 它一样会开这个 那如果你要看VBA的程式 你会发现 这边居然什么都看不到 点开来看一下 密码 有没有 如果你输入错误的 密码不正确 除非呢 你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 你的表单 你的模组 才可以被看到 那如果你要把 刚刚的密码关掉一样 再到这边 把这个保护打勾取消 把这个都删掉 出唇就OK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重点 一 就是先把教育月里面的那个保护 先把它加上去 就是这个 教育月里面这边 二的话呢 就是再到你那个程式里面 去用那个Protector 记得哦 写在哪里 写在开头 Protector 最后一行 Endersub上面 就再把取消保护 这个Protector再加上去 那为了避免就是说呢 你的那个程式 里面的密码被看到 那你当然 再把你的程式 把它保护起来 那这样的话 我想应该就一劳永逸了 OK 除非说对方也知道你的密码 否则的话呢 他也没办法看到 你里面的程式 是怎么写出来的 OK 这样的话 我想应该就 就基本上就完整了 那至于说 当然 未来你的 怎么去做那个表单 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相关的问题 或许你可以试做看看 有问题的话 当然也欢迎可以再 再提出来吧 我是觉得你可以 直接 假设是课内的问题 欢迎各位可以在那个 影片的下方 你跟我讲说 你是哪个地方 几分几秒有问题 那当然或许 直接就在那个线上 直接就答复会比较快 尽量让我那个 如果你没有问题要问的话 尽量就是越具体越好 这样的话 我也比较方便去恢复 好